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个胡咖 片酬都比我更 还这么的嚣张 以后有她落魄的时候 你怎么来了 猪宝 我已经买好了 你真的想清楚了 辛辛苦苦赚的钱 都这么还给苏黎了 我们现在处处受制于苏黎 会不会离婚的时候 一分钱都拿不到 谁说我要还了 我已经找到对付苏黎的办法 那天我搬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发现了苏黎 花了好几年写了一个剧本 她已经卖了影视公司了 如果苏黎不愿意平分财产 和平离婚的话 那我就把她泄露出去 这样 她不止几年的心血白费了 而且还要面临巨恶的天 你奇人之道 团治奇人之生 让苏黎也尝尝被人要挟的滋味 冲了 好了 我要去拍戏了 那我回家了啊 嗯